今天是光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我們是這裡的執行總監劉國偉 今天是我們蔡馬會社區文化推廣計劃 一個《風波裡的香港香港台風》歷史圖片展的開幕典禮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了四位主題嘉賓為我們主持開幕典禮 首先就是洪永達博士MH 是我們中心的義務秘書 另外就是中惠敏女士 是香港創馬會慈善事務的經理 還有十五次名《太平紳士》 是香港青龍球台長 還有許建榮先生 是藝術及古蹟資料研究的 行政總裁 首先感謝四位透霞光臨今次試探的開幕 事不宜遲 交給我們中心的義務秘書 洪永達博士MH 為我們致於歡迎詞 有請郭博士 首先我代表文書寫 歡迎各位出席了一個 蔡馬會的社區文化推廣計劃裡的 一個項目叫《風波女的香港》 很長 《香港台風歷史》 《圖片展覽》 名字太長了 真是挺難的 我們今天 外面不是打台風 外面仍然看得到 天氣不是太好 今天也很感謝各位出席 今天我們更高興 有三位重業人物 來幫我們做這個主例 第一位重業人物 大家看錢欖都會知道 就是岑志明台長 第二位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 就是鍾衛敏女士 他是由蔡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代表信託基金 第三位就是許健龍先生 他是藝術及文化研究 入行公司 不過其實他入行公司 其實是一個非謀利的團體 他跟我們相當多合作 沈台長對我們這個活動有十分大的支持 因為他將他的個人珍藏及個人心得 今天他走來跟我們分享 大家如果沒有聽他的講座 就可能後悔了 所以找機會聽回台長 再給我們回顧一下 這個台風當年的情況 鍾律士對於長春社來說 是一個相當大的支持 這裡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二級的 二級 我沒記錯嗎 三級的聲稱是二級 二級的古蹟 這裡所有燈油火藍的設備 都是馬會贊助的 今天的活動也是馬會贊助的 其中的活動之一 所以我們很感激馬會 對於我們這個中心 長期的支持 十分之感激 第三位就是許劍龍先生 他對今次的活動的支持 亦是相當大的 給我們很多的宣傳 令到今天不知道是否大家看到 他的宣傳 來參觀我們這個政策 長春社 我畢業其反 和大家介紹一下 長春社這個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是在2005年成立 2007年一 得到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贊助 我們是自力於推動非物質文化的 民間的教育 包括在學校裡面 我們很希望各位能夠齊心協力 我們一起把民間古蹟文化的教育 能夠推廣 今天講這個主題 是其中一個 我相信像我這麼大的年紀的人 會記得當年打風 真是 我們說第一件事 不用拍拖 第二件事 真是滿地都是人 經歷有三年傾斜 大家知道 那個其實是死了不少人 亦是給香港一個相當大的教訓 後來所有這些斜坡的鞏固工程 都是由於三年傾斜 打風之後三年傾斜 而是出現的 香港成為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就來學校 包括台灣 大家這幾年都知道 下雨之後 有陪三年傾斜 是有很多悲劇村 香港其實就是在斜坡上面 去高樓 所有這些特色的東西 在香港很多人就來學校 這麼有趣的一個城市 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都能夠生存 而建立一個這麼優秀的城市 今天大家回顧一下 這裡的展品 當然我講過 就是審台長 他很多是個人的珍藏 我們可能好像有些殃品 哈哈哈哈 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夠儘量欣賞我們這個展覽 和給我們多一點意見 很感謝 多謝林博士 請請審台長為大家說幾句 多謝各位 今天這麼多朋友來臨 首先當然要多謝 長津敦社文化固跡資源中心 洪永達 尤其是各位同事 我真的很感動 最近我都知道 各位都已經開了夜車 做了這麼多展覽的台料 還有一份這麼詳細的報紙 所以真的令我很感動 我們編文台 另外一路都很希望可以多些 和市民介紹多些氣象科學 氣候的知識 尤其是防災減災的知識 但是得到一些社區的人士 一些團體組織可以幫忙 這是我們覺得非常之榮幸 非常之高興 第二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收藏小弟真是很花青邊 一定是得到這麼多位 香港收藏家業會的台署幫忙 才可以慢慢建立起這個圖片庫 可以說 目的是 希望借助以前的一些歷史圖片 讓大家可以看回 其實不僅僅是科學數據 是可以知道 以前親力其境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也是非常感謝收藏家業會 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但是最令我感動的 就是今天有很多位朋友 幫我們這個展覽 做了很多口述歷史的功夫 這麼短時間 可以找到這麼多位老友記 回來 說回當年 溫代 溫代 當時發生的情況 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 真的 沒有力氣 首先 第一個共通的點 就是 大家都覺得 近年的十號波 沒有了頭 大家都說 當年的溫代 其實是 現在的十號波 起碼一倍不止 看數據沒有用 我們就說 溫代 是戰後以來 是最強的一個颱風 戰前了一點 更厲害 可以待會看一些歷史圖片 也看得到 戰前了一點 但是戰後 已經是最強的溫代 近這幾十年 一來 十號波就少了 一來 對上一次 小弟 上了任懷了多久 就要請十號波 都很急 十三年前 才有另外一次 而且 沒有了度 大家都說沒有了度 但其實是否呢 其實不是 其實就是 幸運 所以 很共通的一點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因真是一個 超級颱風打來香港 那個災情 是可以很嚴重 先是北角 北角 宇仁叔 當年 劉西伯 十九歲的時候 已經見過的風落 很厲害 外面都是船 上來上去 去到西環 這邊又看到那個 高星戲院的招牌 幾層樓高的 吹道 在空中轉彎 就是 這麼厲害 現在有沒有機會見到呢 是吧 長洲也是 長洲 那時候 那個 埃芳 和你的守望精神 真是 現在都 還很好 但 當年是靠這件事 在風災過後 如何去搜救 如何回復正常 看了之後 都發現 當年是很重要的 最後一件事 還有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風暴潮 風暴潮 就是其實 台風來講 香港 傷亡最慘痛的一件事 其實去年 在菲律賓 那個海燕 都是這件事 大家可能在新聞 在電池都看到的 但其實香港都發生過 軍代都發生過 在沙田 找到另外一位老人家 在白鶯村 差不多整條村 是因為風暴潮 好像海嘯一樣 整條村都移平 都幾恐怖 所以其實都希望 藉著這些口述歷史 親身可以讓大家 感受當年的台風的威力 就不要掉以輕心 將來有風暴再來的話 天文台又要掛掃風球的話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做好 學工措施 當然 今次也非常感謝 蔡華會鼎力支持 希望 長春社文化故事前中心 將來再接再例 可以幫大家 更加做多些類似的活動 讓市民更加好認識 香港的以前 認識自己 就可以迎接美好的將來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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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